我们这里是移民移住人权修法联盟 那么今天这个记者会呢是要来祝贺并且检讨 我们今天在立法院单独通过的移民法 入住国籍移民法的修正条文 移民法呢不再把移民当作一个被管理的对象 移民法从单纯的移民管理法开始成为有移民人权的色 我们这次通过了房家暴条款 也就是有些受到家暴的妇女不必再委屈的 委屈求全的在暴力的婚姻里 第二个当然还有很重要的 是民间版的那个反歧视 反歧视的条文 那反歧视的条文这个部分更是移民人权的大进步 因为未来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包括公务员媒体一般人士 甚至企业因为这个人的出生力 他的国家他的肤色 而对他有任何歧视的话 是可以到公务门来申诉 并且可以处以罚款 就是五千元到三万元 另外姐妹会最关心的就是婚姻媒合的条文 许多婚姻媒合业者物化女性 那对于移民家庭其实有很严重的伤害 今天的法通过之后呢 一年内婚姻媒合业者将在台湾消失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奴隶的地方 那这三年在立法院的游说 其实五位杂成 因为移民们通常没有选票 那他们的先生通常忙于家务 导致于很多委员 因为不熟悉外国人的法令 那也没有办法同理他们的处理 因为我自己本身来那么久了 那还有我多多少少还听到说 我是进口的 我是一种 那是金靠的 好像我这个东西是一件衣服 然后要穿都要穿 不要穿就丢掉这个东西 那我也很开心有这样的法令 对于我们新移民的保障与全力 这样谢谢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移民法它其实还是显露出来 相当自私的一个 不全的一个思维 怎么说呢 因为它还是要求新移民女性 除非它扮演台湾人的母亲 或是妻子的角度 她的居留权在台湾才不会有问题 那这是我们觉得在这一次修法 无论能达成的这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房价暴潮环金出来的 但是房价暴潮环只能到底办居留 延长居留 而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永久居留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它往后怎么办 办理延长居留的问题 那以及除了受报之外 它要不然就是要有子女 还是要亲生子女 所以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其实在我们来看 都会对于这些众多的有照顾 这些非亲生子女的一些外籍配偶来说 是相当的不公平 那也似乎告诉这些婚姻移民女性 你们的价值好像是扮演这些妻子母亲的角色 而你其他的这些加入的这些劳动的贡献 似乎就没有被看到了 这是我们觉得这次修法比较可惜的 反其事 反压迫 保护新移民 尊重外国人 台湾要进步 我们知道所有的外国人在台湾 面对最大的威胁就是随时可以被遣返 但是我们在第31条 我们对于随时遣返这件事情有了几个门槛 好比说我们对于交受家暴的妇女 她不会遭受到立刻被遣返的命运 那对于那些外籍劳工呢 他们也不会因为有劳资争议 他们劳资争议还没有结束 但是居留年限已经到的时候 经常要被遣返 这个时候也会被保留 我要呼吁法界应该要多跟弄摄运的 我跟我们的移民姐妹多学习 因为我在里面学到非常多 没有这样的参与 我们不知道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 第二个 我们在很多协商的过程之中 我们跟内政部 跟移民署 跟以前的禁管局协商的时候 对于所有移民人权的条款 在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内政部的长官告诉我们协商的 他们的方向是一条都不要 注意一条都不要 所有人权的要求 他们不是跟你七折八扣 他们说一条都不要 经过多少的努力 多少的协商 多少的困难的拉扯 那终于保留今天这么一点点 那么至少有基本的进步 所以呢 最后革命少未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 我们希望下一步 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监督这个法令的执行 而不是通过就算 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还没有通过的法令 我们希望 下一届的立委 能够秉持这样子的 星光武强的精神 继续 这里有100万票等着你们 那么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那么继续对台湾民移民人权 助下你们的关怀 那最后呢 让我们为今天 能够通过这样子相对进步的法令 我们 我们拉炮庆祝 一二三 旅行 的